何硬斯早前因為發燒和喉嚨痛 被懷疑感染了新冠肺炎 要一直自我隔離在家裡休息 幸好最後證實了是虛經一場 其實我自己都很擔心 因為我其實不太擔心自己 因為我自己病 我都還算年輕 還有我做運動 但我很擔心傳染了給身邊的人 或者身邊的人又傳染了給他家裡的 可能年老的人 或者幼童 這是我自己最擔心 最不想發生的 所以上個星期的確很難受 還有很內疚 幸好報告驗出來是陰性 現在已經差不多九成都看伏了 最擔心的應該一定是未婚夫鄭俊雲 因為我一直在房間裡 我們不可以接觸 我說我睡了 他就會在門口跟我揮手 好像很可憐 但見到他 我也會安慰一點 一直在房間裡 自己會想多些事情 有他在我的身邊 看到他的話 我也會安心 我會安心 好 我會安心 感谢观看